面中左侧男子骑着脚踏车 但就在他一个靠边 刚好和电动三轮车发生擦撞 瞬间侧摔倒地 当时小伙子自身手部疏伤 需要匹偿一万元 屡立的也觉得对方失事 他可搞 报警处理 警方接过责任报案后 带男子到医院检查 经过X光检验 发现他右手小拇指确实骨折 但医师认为疑似是旧伤 后来寻线追查才发现 原来男子根本是碰瓷惯犯 以敲诈勒索的方式 辗转武汉 校感 黄岗 襄阳等地 作案30余起 敲诈勒索20余万元 不只和照片集团制造车祸 讨赔偿金 男子被捕后也坦诚 为了让受伤更为逼真 他常常自己动手 把手指弄断 拿纱布包着 然后就这样一锤就锤 然后手就骨折了 然后他每天要摇 还要撇 撇那个骨折的小拇指 这样赔的钱会高一点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 该集团两名同伙 全案人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只是男子断指 碰瓷炸饱 有人讽刺职业精神 没话说 但也有不少网友 直说也太狠了 有这样的意志力 做什么其他的不好吗 近百万台币换健康手指 真的值得吗 在新闻黄澄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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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